對於打球老婆是這樣說的 趕快出去啊 對不對 不要在這邊吵她 然後這個練球 又可以對身體有幫助 又可以交朋友 青山綠水不要燈紅酒綠 買球具都怎麼跟老婆報價 他不知道 你就講沒有那朋友送的 然後怎麼有這麼多球 朋友送的 朋友我們都要互相掩護啊 他老婆問我 說哎呀我上次有多買一套 打得不好我就送他 他一直講他那一套不好就送我 朋友要三手 要守望相助 要守口如瓶 要守身如玉 關於報價這位大哥是 少報一點嘛 少報一點 那少報多少 少報三分之一吧 少報三分之一而已嗎 兩三萬塊而已嘛 就跟他講一萬多啊 被發現怎麼辦 被發現 這個這個這個可以可以 不可以說出來的 同友間安太做的方法 他們都底氣很足啊 給太太也很多 自己也留很多啊 這個我給你很多啊 我自己也留很多 不跟你知道啊 這叫藏私房錢 球具的價位大概是 整組大概 三四萬塊吧 哦 四四 鐵幹一整組啊 木幹一絲大概 一兩萬塊 差不多 一般大概都這種價錢啊 除非是特別好的 最近有沒有想買的球幹 有時候看試打 還什麼看看好的 你覺得適應的 你就回去去買 預算不夠怎麼辦 那就等這個 施房錢多的時候在買 哦 施房錢 大家有存施房錢 就是一段為了打球 變太太的故事 因為你花在高爾夫收場的時間很多嗎 很多啊 那他太太不會生氣說 都不在家 然後都打 他不知道 他知道啊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 那你都跟他說你去哪裡 要上班啊 你就要說你上班啊 對啊 然後這樣被發現怎麼辦 老闆也沒發現 你又是老闆去家 我在上班 不好講 怕被發現 怕派人就被發現 你們會公布在哪裡嗎 我們就是 會在YouTube上 蛤 蛤 很想反正上個馬賽克 對對對 上個馬賽克 好不好 對對對 要上個馬賽克 要不然 回家 回家不好過 到公司也不好過 不要害我失業 大哥您保重 報朋友的料 也有些 朋友啊 要去打球的時候 太太會 比較 呃 不希望她 往外跑 那那些 會員通常就是說 在球場上 地球表現嘛 拿一些獎品回去 安慰太太 那我是跟太太說 啊我今天是上班啦 但是其實我去打球 這種的感覺 哦 這個到便提供 老闆有沒有發現 你以為老闆去家 老公會不會常換球器 會 會 會 她最喜歡換那個 那個 開球杆 然後呢 開開覺得不好呢 就變成我的了 會不會過問價錢 不會咧 那我最多就是幾萬塊 一、兩萬塊 或者是 三、四萬塊 最多 會不會擔心高價低暴 正常 正常是不是 不都是這樣嗎 真的都是這樣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